凌晨零点,比利时女排出师不利,中国女排收获神助攻,原心愿安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那么目前的中国女排的话已经完成了第一周比赛的一个争战 那么目前第二周比赛也即将到来 从目前中国女排官方官宣的最新日程安排来看 那么中国女排将会在15号开始第二周的比赛 这一次的比赛地点是放在了菲律宾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虽然说这一次重新回到亚洲 但是毕竟不是我们那个主场 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对于我们而言挑战性同样也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也必须以一个更好的一个战术阵容安排去面对这个老对手 才能够争取在这一次完成一个很好的顺利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中国女排的话目前也是有传出各种各样的一个消息 比如说在最新外国媒体是透露出中国女排接下来 有可能会进行一个阵容的更换 那么包括在主攻方面以及副攻方面都会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 当然目前来看来这个消息不清楚是否是真的 所以大家呢只是当做一个传言了解一下就行了 最终的还是要以官方分享官宣那个消息为准 当然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来 不管是中国女排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相信了我们女排在最终的最新第二次面对比利时女排这个对手的时候的话 我们想必了会有一个更好的调整就针对上一场比赛出现那些问题了在本场比赛会得到一个补充 会得到一个改善争取一个更好的面貌去面对这个对手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实际上除了中国女排整体的一个姿态在后续会有一个改变之外的话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比利时女排在近期呢也给我们这边呢收获了一个神助攻和一个惊喜 那么对我们这一次能够去拿下对手呢 那么其实反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了 目前从媒体的一个报道消息来看 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最新的比利时女排这边呢也被传出他们有四个核心球员呢 是感染了一个新冠 那么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呢 接下来这四个核心球员呢 在后续去面对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当中将会缺席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话距离那场比赛呢还剩下不到两天的一个时间 对于比利时女排这几个球员而言呢 也不可能说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呢就能够完全康复 所以这样一来对他们比利时女排而言呢 无疑是个重大打击 一下子呢失去了四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球员了 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而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我们还没有去和对方去打仗 现在呢就收获了对方折损了四个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对于我们而言呢确实是一个神助攻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将能够有更大的把握打败对手 所以对于我们的队长袁兴岳而言呢 这一次也终于能够好好的安心了 毕竟上一场比赛输给了泰国女排之后的话 外界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声 袁兴岳作为队长的话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次在赛前当中就收获了这样的一个利好的话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这个新任队长而言呢 应该能够稍微松一口气了 当然说实话我们虽然说呢看到了对方呢 失去了几个核心球员 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趋势是好的 但说实话我们还是希望呢 这几个感染病毒的球员也能够赶紧康复起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 虽然说对手呢确实整体实力可能会遭到削弱 但是我们中国女排啊打铁还需置身硬 我们自己呢也要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才能够呢以一个更好的姿态 以不变应万变不管对手变得什么样的阵容 我们都能够以更好的一个实力了去打败对手 所以接下来也希望我们中国女排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要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迎战这个对手 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